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东西真的不同 营运上高的想法 每年要做什么的计划 这些在香港发型屋里是不会想到的 亦都觉得没什么需要 但我幸运了这些模式 我公司在过去十年八年 除了钱有进步之外 尺寸是有很大的进步 因为我自己十年前剪头发 可能好像收六百多元 但我现在收一千九百八十元 我一样是这么多 但你要由这个钱加到那个钱 你有没有想过做些什么 你的事先 每年通脏五个% 即每年减半价是五个% 你怎么追租租aj inc. było人工 如果你自己不加价 但加价必必需提升服务 所以我建议范翁老闆 应该多花那些时间在服务 我認為標準的意義最大是對消費者 其實我都覺得應該要考牌 有個安全指標 我們應該要教一些Junior 怎樣要戴手套 怎樣不要弄到一個 問題是如果我們真的要考牌 有一套真的要連讀完法學 我們才去做 那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每一個人有考到牌才可以去操作 整件事我們就專業很多 所有東西都是這麼專業 在一個標準的制度之下 很安全地幫你做 整件事我們的地位是否真的高很多 如果我們肯做一些標準 其實先說成就 應該很容易落到自己的地方 我覺得是應該要考牌的 我個人覺得 我們是否想下一代 會覺得這一行是要有一個前景 要有前景要有一個認售 有認售還是標準 會令到這個行業會受認售 這個認售是會多些人會因為這個認售 他會入行 你這樣做肯定會走得遠遠 因為那條職業的階梯 大家看到 看到 這是我自己的一些觀察 標準法一定是可以將行業的門檻 往上提的 這是可以很肯定的 其實我也是覺得有一個標準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一個系統來的 今天就很感謝這幾位講者來跟我們分享 希望今天大家聽到的一些內容 回去想一想 日後變成你的養份 希望各行業更加好 多謝Linda給我們一個機會 大家可以聚馬一起去說這件事 多謝Linda 謝謝你們 rok 坐 Пока Colin consumes 我們 我們 先 我們 mobil 我們 conven 我們 跟